有有有 我記得 我們兩屆比較接近 比較有熟悉一點 我是台南市政府 我是想說針對這個鐵路地下化 我們市長有做一些澄清 我是在這邊重新再講再表述一下 鐵路地下化是98年行政業合併的版本 不是我們市長上任以後才去決定的 這一點可能大家應該要有一點 對我們市長比較公平一點就是這樣子 另外那個關於這個徵收以後的土地 徵收的土地跟現在的軌道上面 其實現在在我們的台南市政府的規劃 是說騰空的土地都做道路使用 所以沒有財團的介入 所以跟那個老師剛剛講的有一點出入了 那另外我們台南市政府為了要照顧這個財前戶 有做了一個就特別的那個住宅的照顧 就是跟剛剛那個學弟講的 大概67、68個是學弟 他講的說我們在那個生產路那邊 那生產路那邊是我們台南互渡新 現在的一個區段徵收的範圍 那那邊的話目前有一個 以後會有一個南台南火車站 然後又有一些那個都會博物館 就是奇美博物館那個新的那個 還有巴克里公園的第二期計畫 所以它是一個發展力很高的地區 所以並不是說放夜曼草那樣子 目前當然是這樣 台塘土地當然是農地嘛 那以後可能 而且那個區段徵收目前已經在進行中了 所以我們市長是認為說 把那個拆遷戶 現在說在做這些照顧住宅的方案 讓拆遷戶在還沒有拆遷之前 能夠去把我們這個照顧住宅的地方 去建立起來以後 可以讓他們拆遷的時候可以直接就遷過去 這個是比較跟那個土地證書條例裡面的 那個中地收入戶的安置是不一樣的 謝謝 好的 謝謝這位學妹 好久不見了 讓我回覆一下 有關於那個土地 把原來的那個原軌 變成它叫做好像立元道 東元道 我在都市計畫的那個圖裡面也有看到 不過大家千萬也不要忘 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 公共土地與未來 如果要都市更新適應地參加 我想可能大家當然以市府的立場 現在可能是公園道 但是多少公有土地 因為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被劃入 未來真的是沒有可能嗎 這是我們可能要大家來討論的 尤其但是更重要的我要提 在我的文章裡面 我提到96年 有關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 你把自己的土地留下來當公園道 去徵收人家的地 來當作永久鬼 你自己的土地不用 這樣適合吧 這個可能我們可以來討論 96年那個判決 特別針對這個 你要用 你首先要用自己的公園地 而不是說你把自己的土地保留下來 當作公園道 然後去徵收人家的地 來當成永久鬼 我不知道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知道各位看我那篇文章 裡面特別提到96年法院的判決 就針對這一點 那 這可能是那個工坊的問題 工坊的問題 是那個鐵路東移 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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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要東移 這個工坊上的 比如說剛剛講的說 從上面做 下面做 這是工坊的工坊 這時候就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HTC 我想要跟你的學妹要溝通 大家討論一下 徵收一定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 當你從民國84年 一直到98年之前 都有別的方法可以做 那為什麼 那就沒有它 就不符合 我別的不談 就不符合徵收要件的第五項 最後迫不得已的手 因為明明你就有替權方案 很抱歉 真的 我會很堅持這一點 你從民國84年 過了85年 86年 88年 你都有方案可以做 為什麼到98年 就一定要這麼做 這說不過去 我們暫且不談工法 暫且不談工法 我會問 到底有沒有替代方案 明明是有的 而且都是經過核定 這是我的第二點 13年 生產物那邊 台南那邊 我也去過很多遍 這個是 人的住家 那是很主觀的 很主觀的價值選擇 我們沒有辦法 越主代表 幫人家說 那個地方未來一定會很好 好 人家剛剛跟阿爸 經過營墨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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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 這地方才好 我就咬他這味 對吧 再有什麼山登海味 我就希望回台南 去吃那個阿米 台南的小吃 因為這是涉及到很多主觀價值的判斷 那都是主觀價值 我們要尊重人家的選擇 我們沒有權利來幫助人家做選擇 好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也提供給你一個參考 好 謝謝 好 好